一年之计在渝春 现在是广东江门的春耕时节 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看过春耕 或者跟爷爷奶奶一起下过地 可是因为很苦 长大后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家里种地 但现在种地也可以很酷 像我这种小白在高科技的助力下 这几百亩地我一天就能播完 你感兴 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新农人的新春耕 新农人新装备 重点是只要会用智联手机就能快速学会开飞机 第一步 侦察 就像空军作战一样 我们需要先派出侦察兵 去勘察要播撒的面积具体有多大 播撒的边界在那里 记下作业完毕后 APP还能自动生成一份高清地图 酷吧 第二步 备战 插入充满电的电池 将泡好的种子导入播种箱 整体进入备战状态 第三步 战斗 打开手机APP 导入之前看探的高清地图 选取飞波抵款 APP就能自动生成作业航线 然后轻轻一滑 飞机就启动了 进入飞行航线后 集飞农业无人机 就能自主作业 这时 操作人员就解放了 坐下来喝喝咖啡 吃把鸡 爱干嘛干嘛 酷吧 台山区域的话 春耕我们就在过年之后 现在飞波 我们现在正在大力的推广 其中跟插秧有几大优势点吧 第一个就是减少了 预秧环节和插秧环节 另外一个就是节约种子 那我们传统人工的这种波样的话 一亩地需要十斤左右 那我们飞波的话 只需要五斤左右 种子就够了 插秧成本的话 就差不多一百四十块钱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飞波的话 大概成本在四十块钱 目前春耕我们在台山区域 有三百架的飞机 都是为了我们春耕的这个 应用的高峰期 我是19年开始用无人机直播的 这个均匀度确实是比员工均匀很多 好管理一点 就是直播 如果有传统的插秧的话 基本上是忙不过的几百亩 员工一天一个人就是三四十亩 一架五元机可以播一天过几百亩 比传统的插秧就快 而且又省工 省力 然后产量跟插秧基本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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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